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邀请产官学界代表探讨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 表示政府必须一起面对 相信透过公众讨论 政策上会更加的清楚聚焦 打开网页输入关键字 就可以浏览相关新闻内容 数位平台崛起改变了新闻资讯的流通方式 更严重冲击新闻产业 台大新闻所在中加宽平赞助下 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邀请产官学界进行交流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 并表示文化部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支持新闻付费 这些大新闻到底在台湾 它获取了什么利益 或者是说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到底它在台湾的营额有多少 我很意外的我问了很多的部会 相关的部会 竟然都不知道 这里面有包括社群平台 搜寻平台还有OTT平台等等 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营业模式 这些营业模式 他们有的比较共通的 就是他们在台湾 可能设一个公司有奖税 可是这个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到底全部的营业到底多少 有没有办法掉出来 当然这中间各种模式 包括政策建议 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很多方法 文化部呢 我们基本上很清楚的立场就是 我们支持一定要付费 新闻付费 但是如何去谈判 如何去付费 付费了以后 如何去分析 什么样的模式呢 就是尊重 那么大家共同讨论 会中还发布一份 针对平面新闻产业 进行的调查报告 并邀请场观学界代表 探讨新闻业 与数位平台的合作模式 论坛主持人之一 前政务委员郭耀黄表示 在跨国数位平台的影响下 必须寻求新的产业生态 才能提升新闻媒体的竞争力 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的关系呢 也不止在媒体分论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就是新闻的产业 它的品质跟言论自由的问题 是包括是公益性的 就是一个国家 这个言论自由属于公益的价值 那媒体分论是属于私益的问题 那今天的论坛 我想大家可以从公益面跟私益面 一起来探讨 让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彼此之间呢 能够产生一个共识 那看看如何共荣发展 那我想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不是完全在对立面 而是必须要寻求一个 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进的一个 新的产业生态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也期待政府 能够从这个 怎么样促进新闻产业的数位转型 来加速来推动 其实这个议题很复杂 它牵涉到我们的新闻业 它也牵涉到这些大型平台的业者 那同时 因为我们从国际的经验发现说 因为这个议题 我们的传统的媒体 跟跨国平台 溢价能力是不对等 所以其实各国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邀请了相关部会 甚至于是在之前 在政委时期 主导这个议题的跨部会的协商的 郭耀黄政委 请他来主持这个政策的讨论 那很开心 就是说这些各方的业界 跟学者专家都愿意一起来 进行这个议题的讨论 会中专家学者也认为 数位平台不再只是协助媒体曝光新闻 而是扮演筛选新闻内容的角色 不只让传统新闻产制模式发生变化 甚至对言论自由与民主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在台大新闻研究所举办的论坛中 针对数位平台对平面新闻产业的影响 发表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数位平台崛起 不仅冲击台湾新闻媒体的发行量 对产制内容也造成极大影响 双方必须开启对话 沿逆出完善的分论或是付费合作 才能共荣发展 台大新闻所举办的论坛中 首度公布了一份由化效学者组成的计划团队 进行的研究调查 从产业概况影响层面 到政策模式等各种面向 剖析数位平台对出版业新闻媒体的影响 这一次的调查报告 就是包含台湾的杂志跟报纸 我们发现最主要他们受到平台的 第一个是在产业上面的影响 第二个是在内容上的影响 那在产业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整个数位环境的改变 让传统的这一些 不管是纸本或是广告的营收都下降了 然后遭遇到非常大的一个经营上面的困难 那另外呢 可以看到的是说在网络上面 他们能够取得的 无论是直接的广告 或是来自平台的分论都还是不够的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在经营面发生的最大的危机 那在他们的内容面上面 我们看到最大的危机大概就会是演算法不透明 然后以及对内容的一些筛选 让这一些我们看到过去杂志或报纸 没办法独立自主的去完成我们所谓的第四权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没办法独立的这个监督政府 独立的去监督这些大的企业 那在新闻的这个产制上面就会流于八卦化 或是琐碎化 那这个对于媒体的不管是产业或是他最后的这个社会功能 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论坛中针对如何与跨国数位平台进行谈判议价 公平会委员洪才龙也分享澳洲与纽西兰的经验 提供台湾制定规范的参考 澳洲当然是有立法嘛 去年立法 然后就是说要求这个数位平台跟他们的传统媒体进行议价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那个纽西兰是没有立法 然后但是就说因为由他们的传统媒体的公协会 然后出面跟他们的竞争法机关提出申请 什么样的申请呢 就是联合行为的事先许可的一个豁免 联合行为的一个责任 由他们一起来集体谈判 然后没有立法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一旦通过了 然后数位平台Google跟你说 到时候就一样要跟这些传统媒体来做谈判跟议价 我觉得这个方法我觉得可能不思维 目前在台湾 法律都还没订定的时候的一个可能的方法 台大新闻所所长洪真林表示 完善的分润或付费合作 不仅能改善台湾媒体营收上的困境 也可提升数位平台的服务品质 其实在这个数位转型的当下 那台湾的媒体的营收跟内容表现 其实受到高度的冲击 那其实整个数位广告呢 其实都转移到大型的平台 那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包括政府部门 文化部跟NCC 其实也有委托案 去做大型的媒体的产业调查研究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个研究团队 来做调查结果的报告 跟社会分享现在产业的现状 那同时呢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几项 就是说未来可以去解决 因应这些大型平台 跟媒体之间的公平的议价 或者是各种的合作模式的可能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可能性提出来 让社会各界可以继续讨论 那整体来讲 我们希望说可以去改善 台湾媒体现在营收上面的困境 然后包括数位平台跟媒体合作 为了台湾的民主跟国家安全 可以尽一份心力 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在与会来宾热烈交流下圆满成功 中加宽平透过赞助举办论坛 也期盼能为促进台湾媒体产业 正向发展尽一份心力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导 鸡蛋的供货稳不稳定 现在有网站可以查询 农委会建立鸡蛋产销资讯平台 提供每周更新资讯 让国人可以清楚了解 国内鸡蛋产销的情况 点开农委会的网站 在重要资讯里的产销行情资讯 新增了鸡蛋产销资讯 每周三更新作为产销调节的参考 民众也可以查询鸡蛋供应量 与生产资讯了解状况 大家都知道 我们长期以来的鸡蛋产销资讯 大概都是由中华民国养鸡协会 持续不断滚动的检讨跟建立 那在这段时间 不管是整个生产量 或者是一些产销资讯 还有一些气候的因素影响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说 这个资讯的建立在时程上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每个月 用月报表的方式来呈现 那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到了9月 只看到7月份的统计数据 可能跟不上一些大家的预期 或者产销预测 或者调节的一些辅导的效果 所以我们大概也跟养鸡协会 还有中央蓄产会 同时做过一些研商跟讨论 所以我们现在确定 就是要把整个产销资讯 把它公开透明化 那另外就是从每个月的月报表 改成是每一周的礼拜三 来更新数据 来做最新的一个 基蛋产销资讯的一个揭露 那另外 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参举 那当然可以作为我们 行政部门在做产销调节的 一些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那另外也可以透过 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揭露 让我们的业者 他在不管在生产排程上 或者是备货上 包括他的总机更新上 来做一些依据 所以我们确定要把这个资讯平台 来做一个揭露跟更新 那另外这个资讯里面的内容 大概同时我们会放上 蛋机的一个生产资讯 跟每一天平均一个鸡蛋生产 供应量的一个揭露 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目前鸡蛋的一个运销的一个通路 那目前在我们民国110年9月17号 我们公告 依农产品验证及生产管理法 验证及这个办法里面 我们要求就是鸡蛋是必须去做一个验证跟一个揭露的 所以我们目前的蛋机场生产出来的鸡蛋 大概有50%会进到席选蛋的一个通路去 那另外50%就是会造传统的 透过传统市场的杂粮行 或者是一般传统市场的 比如说早餐店或者一些餐饮通路 所以这样的通路的建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依据我们的办法 所有要进到超商超市量饭店卖场跟网购 以及到校园营养午餐 国军赴食的这七大通路 全部都一定要席选跟喷饮 那另外我们现在在鸡蛋产销资讯的调查统计的方法里面 我们现在每周滚筒检讨的数据 第一个就是产弹机的支数 我们都知道 一定要有产弹机的存在 才会有鸡蛋生下来的可能 那另外包括75日零的弹中机 补进来蛋机场的一个数量的一个计算 还有就是淘汰机的支数 那我们讲的淘汰机大概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照生产排程需要淘汰更新的母鸡 以及因为各种异病因素导致死亡必须化制的支数 所以淘汰机的支数大概是有两个数据的一个参考 那另外换鱼支数大概就是所有的生产过程中 不管是遇到产期的调整 或者是遇到一些生产上的逆境 所以鸡农习惯会做一些换鱼的动作 那这个换鱼数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这些鸡大概经过45天到两个月之后 它可以再逐渐的投入生产 然后再重新走另外一个产弹周期 那刚才有提到我们在今年的1月开始 我们现在导入了席选弹 要依我们的验证办法 一定需要去做明确的揭露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全国有87家的席选的 不管是席选厂或者是席选的辐射场域 或者是席选室一共有87家 那每个礼拜我们也会在电脑上去抓他们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依法就是要接入而且要申报的 所以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 大概也查核了30几家的席选厂 没有依规定来做填报动作的 那我们大概现在也都请县市政府 依生产验证办法 生产验证法来做一个辅导 跟去做一些处罚的依据 那我相信这个数据以后会越来越准确 而且越来越有代表性 农委会表示目前产单率仅约68到69 如能提升至75% 可满足国人每日需求 且还可有余裕让不具竞争力 传统机设进行设备更新 迈向现代化或淘汰 产单率其实跟整个饲养的条件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福岛机场 尽量来做到密闭水帘式的机场 那就可以减少不管是气候的因素 或者是候鸟的因素 导致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产单率的波动 那当然透过一些营养的管理 或者一些饲养条件的管理 当然对产单率也会有一些帮忙 不然产能当然是我们最直接 要了解说整个供应的量够不够 那当然价格有时候就还会回到一个销售状况的情形 所以产销的供需 还是要看整个季节或者是年节需求 因为供应来讲 像我们最近观察到的重点 其实像今年非常明显的 整个在超商超市通路 在前一段时间并没有明显的成长很多 但是在七八月份甚至到最近 整个移花洞的消费 甚至是成长了原来的五倍到六倍 所以每个地方的销售状况 跟每个地方的需求 会随着不一样的时空背景 或者我们不一样的一些旅游需求都会有一些波动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 透过生产资讯稳定的建立 然后了解销售的情况 来尽量做到一个供需的平衡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七八月份 也透过中央续产会跟养鸡协会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调度 过往每个月调查一次提高频率为每周 并在每周三更新发布上一周的全国鸡蛋生产资讯 滚动调查掌握产弹支数 产弹科数入中鸡支数等资讯 记者温俊台北报导 每个礼拜三去揭露前一周的资讯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能力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G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苹果手机开卖其实不一定要花钱买 民众只要参加台北市美食月 消费就有机会抽中iPhone 14 为期一个月 邀请大家到指定超过8000家餐饮店 吃美食就可以参加万元好礼 手机抽奖活动 2 1 请按摩 美食到台北 台北美食月正式启动 希望大家在今天开始 9月16号到10月16号 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些酒家业者 在台北吃美食享好汤 台北市商业处推出 为期一个月的台北美食月活动 结合酒家便利支付 美食及外送平台业者 有超过8000家餐饮店家参与 邀请民众来消费 有机会获得总价值10万元 与最新的iPhone 14 这次我们美食在台北 台北美食月 我们结合了9家的 包含美食便利支付的 还有外送平台的店家 一起来合作 那么也超过台北市有超过 8000家的这些餐饮店者都来参加 那么有很多优惠活动 那这些美食便利支付的 这个业者也都个别提出了 不同的这些奖项 跟这个补助 那当然我们最后有一个最大奖 就是10万块的奖金 以及最新的iPhone 14 那都欢迎大家来 有吃又有拿 然后享受台北的美食 有关奖项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把最新的iPhone 14 纳入我们的奖项 那我们总奖值 包含邮政礼券等 总共会有总价值 这样10万块的一个总奖值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在各个平台里面 做消费 消费完之后呢 我们最后会把一个总抽 等于说大家各个平台里面 会回馈到我这边来之后 我们会由市府这边 来一起做一个总抽 抽出一个大家 共同的一个奖项 台北是一个美食之都 那这几年来 我们一直在强调推动美食在台北 那么每一年都会有特别的活动 那么今年也是希望 包含第一波的 道点贾麦嘎 跟着第二波的台北美食月 都是希望大家能发现台北的美食 那么一起来享用 那同时来塑造 整个台北是一个美食之都的 一个意向 这一波的台北美食月 我们特别会选择 跟这个酒家的 这个便利支付来合作 是希望说 因为现阶段 尤其在疫情之后 大家都已经习惯 用手机滑一滑 然后就去订餐 然后或者是外送 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借重这样的一个气氛氛围呢 那就直接跟这个知名的这些酒家的这些 不管是外送或这个便宜支付的店家合作 来扩大这样美食的宣传 这次参与业者纷纷推出总计130万元的消费者回馈方案 如提供50元消费抵用券 或是折扣优惠 满百折价等方案 提高民众消费动机和医院 我们目前提供优惠是 每个会员我们提供满1200块 然后折200的这个优惠服务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次用完之后 我们算了一下 应该还会再加打一些吧 那这就是等这一次活动来看一下 他们的成效 我们的EVTable其实是全台湾最大的 餐厅定位的游会平台 然后我们的餐厅现在大概有1000多家 那台北市这边其实就占了非常大的家数 那这一次我们推出的游会呢 就是在只要我们的所有的民众 在EVTable上面定位台北市里面的餐厅 那我们家就是加码回馈到最高10% 我们是统一集团旗下的盆土的外送品牌 那除了生前找后也要用一些美食外送 像是项目街口的小吃啊 或是联手企业的集团等等的美食 我们都会做一些特别的优惠 所以其实你来看浮动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一些独家优惠 或是特别超杀的好康 我们这次推出的是满300就折70块的专属 台北市的优惠 除此之外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的店家 跟我们一起做了满额折骨石的优惠 也就是说总共你可以在300折到120块 这样子的超值六七折的下 所以是特别为了台北美食业做的特别的活动 那其实是一个吃喝玩都预订的品牌 所以虽然我们算不止餐厅 还有其他很多的产业 但餐厅的确是我们上面的消费的 最喜欢的一个预订的服务 那这次我们为了台北美食业 我们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优惠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餐厅预订的时候 可以买1000就折100 而我们也有外送服务 那外送服务更是要买500就给大家折100元的优惠 那会员专订呢 我们还有1%到3%的消费回馈金 然后再加上美食的家具人100元以上 那庞佩一直是跟金融机构一起合作的一个支付 那我们除了在神租民航的AVP 和台湾新租支援VPV都可以使用 那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那我们这次台湾配推出了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呢 那这一次呢我们响应这个美食节的活动呢 大家只要使用这个台湾配每60元以上 我们就可以抽奖 那最高的奖项是可以有101美食卡 1万块的这个美食卡 大家可以去享用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有加码 那我们其实还有个好康活动2 那响应这个iPhone Pro Max上线 所以呢到年底前呢 大家只要在台北美食月的这个店家呢 我们都可以抽奖最高 可以抽到这个iPhone Pro 14的这个Pro Max 一卡一付 悠悠富帮一付 那我们这次也很高兴能够参加 市府这个台北美食月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所以我们悠悠富会跟大家一起 拖聊这会的汤汉 这次我们也提供了大概有 62个不同的奖项的一个抽奖的一个合规金 那总共回贿的金额有从一万五千跟两千不等的这样的一个名额 那希望大家能够尽快赏新加入YouTube这样的一个会员 然后享受美食以及抽奖的一个好康 就是除了支付之外 我们还有结合各式各样的大日常会用到的功能 就会也很开心这次可以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对那我们这次的方案其实就是在台北市指定的饮料品牌 我们可以享八折优惠 然后单笔上限最高的30块 对那我们活动结束后 当周就会抽出300名消费者可以行到100块的接口币回馈 除了享有与平台合作的折价 在9月16号到10月16号内在指定添加消费 不限金额就可以参加市府加码出奖活动 等于说是多成优惠 鼓励民众踊跃吃美食拿好康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导 郁城基金会投入迟缓额早疗服务20多年 邀请主播张凌宇担任爱心大使 和连胜舞夫人陆永佳 以及活动女王娶爱玲 一起参与爱心小积木堆积马拉松 爱心铺满任养活动 期盼各界响应用爱照亮漫飞天使 由主播界公益女王支撑的张凌宇 挺着8个月的运度 现身育成基金会爱心小积木堆积马拉松 爱心铺满任养活动记者会 连胜舞夫人陆永佳 也以新希望人文教育协会代表身份 与活动女王娶爱玲前来响应 用行动力挺 号召身边企业好友一起投入公益 关怀漫飞天使 今天付出最多的大概是我 因为大概不会有人想要 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面对工作 你看大家都这么的光彩亮丽 所以我们今天算是一个牺牲打的一个状态 希望透过了这个孕妇的现身 然后孕妇带好运 带旺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那再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主要 玉成跟我的合作 虽然说是从今年开始 但是其实他们已经做了28年的 这个早疗的服务了 包括了语言的或者是身体上的这些 其实0到3岁是最重要的一个早疗黄金治疗期 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要需要的人力物力 还有钱都非常的多 那也是因为跟他们接触之后才知道说 这个计划就非常非常缺乏 那这个 这个什么 小铺满的这个计划 我们的积木小铺满 对积木小铺满的计划 其实是一个爱心 民权捐的小计划 那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现在任理用我们的 善心跟二十力已经找到了很多的 这个企业的捐赠 那我们会 这个活动会为期大概三个月 那我们是希望用爱心堆积 它是一个积木的概念 一直堆积起来 所以这个计划 其实是一个滚动式的计划 我们先有 基本的一些基底在这边 那陆陆续续 在这三个月中 我们会希望可以发展到更大的一个 它希望成为一个小城堡 那我们就是去全力支持这个育成 然后照顾我们的小朋友 给他们更多更好的 一个生存的能力跟机会 我曾经因为让小朋友认知 就是什么是自闭症 什么是稍微这所谓的过动的儿 这些不同的名词 不是去做标签 而是你要更认识他们 那跟他们在相处的时候 你要更多的包容性 为什么他一直在问问题 为什么他同样的问题一直在重复 这是我的学生常常会提出来的 那我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 我就会把整班都抓下来 我自己做个PPT 告诉他们什么是自闭症 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 多一点关怀 多一点帮助 多一点包容 让他也可以跟你们一样 有受教育的权利 那刚才他们说我很会募款 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好的 这所谓的募款的缘由 我觉得一个出发点 就会有很多人共襄胜举 我们自己只要想想看 各位媒体大哥 我不是逼迫你们等下要捐钱 但是你们随便一掏 可能就是一把零钱 那这一把零钱 其实基少成多 我们就可以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就是能够帮我们 然后共襄胜举 热心公益的张领宇 更迎接日本订阅制 意志玩具系统同意趣 与育成基金会 长期配合玩具捐赠 提供基金会的早聊孩童 以及弱势家庭更多的资源 再找这个同意趣的许总来 也是很特别 因为他们的企业主要就是 永续爱地球 那爱孩子 所以他们的玩具 零到四岁的订阅 它是每一两个月就可以来看换 那孩子 对于孩子来讲 没有看过的玩具 就是一个 没有看过的玩具 就是新玩具 所以就无限的循环 那我们也会从 就是他们特别精选 从日本的这一些 意志类的玩具 然后来捐赠给我们的 早聊的小朋友 来让他们训练使用 那这会是一个长期的捐助 所以我们也希望 藉由他今天站出来 那吸引更多的爱心企业 那包括加入我们 这一次的这个爱心小扑满的活动 现在还开放报名 我们现在才开放报名 请大家努力 加油加油 我们年底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看看 同意区是一个 以爱为出发点 然后我们 以上为做循环 来交到我们的下一代 那这个理念 跟我们育成基金会的理念是相同的 所以这次除了我们把我们的抑制玩具 捐给我们基金会 让我们的玩具更延长它的寿命以外 我们另外也提拨9到12月份 订阅会员的10%金额给我们的基金会做使用 那希望这一份的小心力可以让社会更美丽 谢谢 因为一层基金会其实我们是由家长组成的 事实上我本身也是的家长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服务有特殊需求的身心障碍者 那我们已经成立了将近28年多了 那所以我们非常的知道 这个家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他是一辈子的负担 那可是我们也知道 0岁到6岁是一个黄金时期 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帮他们真的是发展的弄好的话 那以后这个就成为社会的负担 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自立 那事实上发展实力 透过我们一层基金会 我们有聘用 像社公司 还有教保员 还有物理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原治疗师 等等的专业人员来帮助他们 使他们在各样的那个发展上面 都能够跟一般小孩一样 或者是他们以后长大的时候的障碍也比较轻 也可以自立生活 那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热心的赞助 那我们想说今天所得的清费 我们也会用在我们疫情基金 我们有早疗的中心 那我们会做一些疗育的服务 日间托育的疗育服务 或者是那个部分实质 那我们其实疫情 我们的团队也有到到载的服务 就是到家里面 然后给他们一些资讯 给他们建议 然后帮他们做疗育 那我们也会利用这样子的经费 办理的像亲子的教育 还有那个筛检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发展迟缓 可是他可能是有一些 可能就是一式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拿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现场陆永佳和曲爱玲 也和玉成小天使 玉涵一起制作精力汤 与张领雨一同响应 汉额就业培训募款计划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 公益团体募款不易之时 号召众人的力量为弱势家庭 尽一份心理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在里长积极争取改善下 南港区万福里的主要人行道已经更新超过六成以上 让里民行走起来更舒适 也解决积水的问题 同时带领里内志工长期进行人行道的美绿化工作 让人行道绿意盎然 还可以赏花获得居民的肯定 画面现场是南港区同德路新完成的人行道 人行道铺面是采用高压透水砖 以解决大雨积水的问题 在万福里里长林建华的积极争取下 里长说 目前里内的人行道已经更新超过了六成以上 为里民营造舒适的行走环境 这本身人行道因为十几年 也是以前老式的人行道 目前市政府在推动这个城市海绵 海绵城市 所以这个高压砖是属于透水砖 因为我们经过民意代表的协助 在里内只要的人行道 我们都全部把它更新 目前大概更新有六七成 所以未来实际我们还会继续来做更新 因为现在毕竟地球的软化 所以急暴雨非常多 所以大家要配合市政府的一个政策 而人行道空间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由里长带领志工们进行多处的绿美化 考量维护经费与水资源有限 里长特别选择耐旱植物来种植 加上志工们定期维护 让都市的人行道不再单调 色彩缤纷亮丽了起来 这个是长春花增加色漆的一个色彩 而且它非常耐旱 而且是多年生的 因为我们在经费有限下 这个尽量能够种多年生的 不用经常去更新它的花卉 只要修剪它会年年 在四点回年年都会开花 这个是树兰 它本身开花是味道非常清香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花香的一个街道 因为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 我们这边也没有水龙头 所以我们尽量种的是比较耐旱的植物 所以这个是变叶木 它的名称是利手指 这个是麒麟花 麒麟花几乎是一整年都在开花 而且它不需要很大的水分 所以我们尽量种比较耐干旱的 这样对志工来讲 也不需要经常去浇水 所以而且一整年它的颜色 只要有光线 它会非常的鲜艳 而且一整年会开花 尤其这麒麟花目前的颜色 有好几种 我们里面目前都在推 尽量能够耐旱的 因为现在水的资源 也非常宝贵 而且这个都是公堂在买的 我们不希望说种下去 没多久就要去更新 浪费这个公堂 所以我们已经种了 像这个已经都十年了 增加社区街道一个利美化 因为我的利负地比较小 因为空地也比较少 在前几年我跟我们七长 去到环保室 争取了一笔经费 所以我们跟七长 争取到两千万 加费到南岗七二十个里 我们同德路就在用那些金费 来各自一些花盆 做社区的利美化 所以虽然今天 今年天气太热了 花会长得不是特别的很美 但是我们维持它 这个不要 不会因为夏天就让它死掉了 所以志工还有我都非常的辛苦 为了照顾这些花木 我们也希望李明 来共同维护这些利美化 毕竟现在要找一块空地种树 所以也很难找到 所以我们只能在能行到 不妨碍行人通行的地方 设置一些盆栽 那我们尽量种比较耐旱的 不需要浇水的地方 这样社区来做利美化 对大家都会看而会开心 里长对于各种植物的特性 如属家珍 原来里长早期从事园艺产业 也是园艺达人 因此他相当重视里内的绿美化工作 因为我在退伍之后 曾经开过花店 所以对于这个植栽 这方面是蛮内行的 所以从我当里长之后 就是在打造了乐和城市 我们希望是一个 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街道 所以在里内我们种了很多的植栽 虽然夏天是比较辛苦 要去浇花 但是这也实际我们里内的一个特色 希望说大家共同来维护 这些利美化的成果 因为毕竟这个是社区志工 多年来的一些努力 我们慢慢的增加这些利美化的 而且死掉我们就更新了 里长说相当感谢所有志工们的协助 定期维护并修剪花草树木 一起为万福里营造美丽的公共空间 造福里民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 中家宽评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等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基隆市长林又昌即将在今年年底卸任 但是基隆市议员对于基隆捷运整体新建 以及未来营运违洋等计划仍然充满许多疑虑 纷纷咨询市长林又昌 市长也逐一答询回复 基隆市长林又昌即将在今年年底卸任 但是基隆市议员对于基隆捷运到底盖得起来盖不起来 还有八堵到基隆段要不要新建呢 以及未来营运维养会不会变成基隆财政的前坑等问题 仍然充满许多疑虑 纷纷咨询市长林又昌 市长也逐一答询回复 之前的南港到八堵段 我们编的之前中央讲的大概是400多亿 其实我问了新北跟台北 至于你提到的600 600的部分其实在会议上面并没有去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当然我们要讲的是说就像市府大楼一样 越晚盖越贵 越晚盖越贵 因为这个物价等等 包括人工等等 它当然会这个最后它可能会上涨 那其实基隆人都一直在期待说这个基隆 这个基隆捷运等了30年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便利通勤 可是如果只定案到八堵 那只是完成了市长你占一半的政绩而已 其实多数的市民会觉得是说 只定案到八堵根本没有办法来完善通勤 地下化的话 一公里 应该至少是50亿以上 至少 50到80 至少 那八堵段到基隆段是3.7公里 所以大家可以乘一乘3.7 如果乘以80的话是多少钱 这个其实就是问题之所在 如果有开发收益是有机会可以增加 如果有新的人口成长 有带来新的税收 拿出四算来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人看到 在没有看到的情况之下 市长不是要触你眉头 才会回过头来说 他到底会不会是钱坑 这件事情大家都担心啊 你说高雄捷运有没有亏损呢 有啊 但人家是六都我们是吗 今天如果基隆市亏损 基隆捷运如果亏损 新北会帮我们负担吗 因为目前 解开区周边的范围 还没有做最后的一个划定 第二个是他的土地使用分区 也还没有做最后的确定 还有他开发的一个强度 比如说他的农机 还有他的建壁 这个都还没有做最后的确定 那必须要等这些全部都确定之后 才能够进行这个财务的一个试算 那这个综合规划里面 必须包括刚刚在讲的这些的试算 所以在综合规划完成之前 这个东西一定会出来 那目前因为还没有 还没有到这个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所以还没有办法 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成果 能够跟各位来做报告跟说明 现在大家都担心亏损 跟营运的问题 很奇怪 在别的县市盖捷运 好像都没有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在基隆 大家特别特别在提这个问题 其实捷运并不会亏损的 捷运的整体的建设 并不只是在票价的一个收入 从来交通的建设 都不是看那个票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铁路 台铁其实亏损的更严重 可是台铁必须要开 捷运的建设 最重要的是能够带动 整个都市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也让都市的 整个的一个运作的效率 更为提升 所以交通的建设 不是算那个票价 而是要看 它对整个城市 所带来的整体的效应 刚才市长也提到的 实际上 运量并不代表 你可不可以赚钱 的确 就像彰化县一样 彰化县呢 它八年来 彰化的高铁 八年来还了65亿 而呢 它每一年 每一天 它不到 它甚至不到 两千人来搭乘 最多 就两三千个人 最惨的时候呢 不到两千人 所以它绝对不会 是因为运量 让它有钱来还65亿 那是什么 让它有这么多钱呢 那就是 厂战特区 也就是可以开发的 利用整个战体 可以开发的这个区块 高铁的特区 那高铁的特区 跟我们的捷运厂站 不太一样 因为 这个 高铁的特区 是当初 它画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尽量希望以国公有的一个土地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 所以包括捷运站的一个长子的一个选择 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在思考 为了帮忙单身男女早日脱单 基隆市政府举办单身男女联谊活动 第一梯次选在庆安宫举行 50名单身男女拜月老 系上红线 参加互动游戏 最后有7对男女配对成功 双手合十 虔诚的祭拜月老 拿着红线回家 希望牵起姻缘 拜完月老 也向妈祖祈求 一切平安顺利 就用过去离婚率高 胜浮五年前 开始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大受好评 也成功配对不少参加者 步入礼堂 对啊忙上班 然后手指头伸出来都是OA 都是做黑手 所以很少女孩子会想靠近 我看FB来的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 心目中的悲伤 有缘就好 今年的单身联谊活动 是迈向第六年 前面五年其实火炬成效 也很多市民朋友来报名 然后因为参加这活动之后 认识了他未来人生的另外一半 那像今年我们的联合婚旅就有三对 是在这几年因为参加单身联谊活动之后 然后认识 然后在今年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旅 那显现其实我们办这个单身联谊活动之后 对未来提升基隆的结婚率 甚至未来生育率都是有选择的帮助 参加者也到火仔山休闲咖啡馆 透过活泼互动游戏 让大家享受悠闲的下午时光 现在因为所要是少子的原因就是大家也不愿婚 那不愿婚的理由很多 那很多大概是因为很多青年男女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或者是本身业务比较繁忙 没有时间认识到未来的一个办理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希望让我们更多促成更多机会 让我们的基隆市民 不管是工作在这边或居住在这边 都有机会认识未来礼拜 那推展这个怨婚热身豪养 一项是金融市最近这几年 非常极力在推动的一些政策 那发展一个幸福产业 也是未来这个田律产业 也是金融市政府目前在推动目标 我想这边也呼吁好朋友 下个礼拜9月2日 还有另外一个提次的单身 惠惠年营活动 也鼓励大家踊跃来参加 最后在月老加持下 总计有7对男女成功配对 政府线上满满祝福 能够找到人生伴侣 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 今年夏季全台陆续传出 学生细水意外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为了推广学生亲近大海 学会水域安全知识 特别和海洋大学合作 在小亭码头举办荣州版竞赛 同时也在岸边宣导 旧逆五步防逆十遭的自救守则 船上学生分离向前滑 绕过红色坐标 往终点冲刺 过程超紧张 学道就是下水前要先准备好户具 户具好才可以下水 这边不但好玩 但重要的是为了安全 所以我们要穿上救生衣 然后要听从教员的指示 去玩这个船 为了推广学生亲近大海 及水域的安全知识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和海洋大学合作 在小亭码头举办荣州版竞赛 暑假期间有一些水上的一个汉式 所以基隆市特别强调 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今天的活动在水域安全上面 有关旧逆五步防逆十遭的议题 在基隆市是非常重视的 那我们也鼓励孩子 要到安全的水域来进行水上活动 那尤其像今天我们海洋大学的 我们的游艇码头 也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 水上环境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有趣的活动 然后以及水域安全的宣导 让基隆市的孩子 在水域安全每年都可以平平安安 柏林台湾海洋大学 是以海洋主体的解决大学 那今天能够举办这个水域安全体验 还有机会竞赛 还带有专业的设备 跟良好的辞职 我们很乐意跟教育处 共同体办这样的活动 让大小朋友认识海洋 亲近海洋 然后呢 我们利用海洋 它真正落实我们海洋城市的新的目标 小朋友玩得超开心 也学到如何保护自己 活动总共有32所学校 超过500位师生参加 同时岸上也设有摊位 透过生动讲解 宣导救逆五步 防逆十招的水中自救 防逆知识 过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再把这个救生的宣导 安全的宣导 导入在这一个活动当中 那另外我们也在岸上 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 水域安全的宣导的部分 还有自救的宣导的部分 以及游泳池的清水体验池的部分 让小朋友们更接近大海 更接近海洋 更接近水域 那我们希望能够 透过这样一个多元性的活动 把水域的安全降落到最低 让大家在欢乐愉快的环境中 享受大海 台湾四面环海与海洋密不可分 透过趣味的龙舟板竞赛 让学生爱上海洋 同时也学会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您有吃过用益森菌酸白菜 做成的酸菜白肉锅吗 白淡鱼还可以一鱼两吃 因为疫情关系 经营旅行社20年的吴福东 决定转站餐饮业 自嘲从一个火坑 跳到另外一个火坑的他 如何在疫情影响 以及食材成本上涨的双重夹击下 吸引消费者回流 一起来看吴福东的疫后新人生 炸好的白带鱼卷放入滚烫的锅里 这道白带鱼米粉锅是许多消费者心中的最爱 因为主要白带鱼它是处理过 然后新鲜 然后它又去刺 然后卷 很方便客人的取之 然后它是我们基隆的特产之一 对 然后它主要它的锅汤又熬制过的 然后又有我们古早味年节才吃得到的大菜 特别是白带鱼还能一鱼两吃 让消费者两种风味一次享受 我会先把我们它准备的那个锅物 食材先把它入锅 带滚了之后 我会夹两块的炸好的白带鱼 摆入锅中 让它再沸腾 然后它的干的这个白带鱼 我会直接也把它沾它特制的酱料 然后再咀嚼 那味道是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 白带鱼米粉锅的发想 其实来自餐厅老板吴福东 在与大厨讨论后开发出 口感丰富 风味独特的人气美食 那是有一次在外面的餐厅吃到 白带鱼卷这种东西的时候 觉得还蛮奇特的 怎么那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但是我想要拿回来卖不知道怎么卖 因为不可能用一个套餐 就放了起片的白带鱼卷 就很难卖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我们的师傅研发 师傅后来就灵感说 不然就拿一些芋头 煮一煮炸一炸之后 我们来做白带鱼米粉锅 另一个店里招牌料理酸菜白肉锅 则是采用益生菌酸白菜 及温体台湾猪美味又养生 我自己的农场 我自己的研发团队 所以还有他们的农场采下来之后 到他们的工厂用益生菌下去发酵 吃了之后对我们肠胃 尤其是对肠胃非常非常的好 益生菌酸白菜 然后我们所用的酸菜白肉锅的白肉 是用我们台湾猪 严选我们台湾猪下去切的 包括铁板料理 海鲜火锅及咖喱猪排等餐点 也很获消费者好评 它泡菜很够味 然后那个松板猪 它不会软也不会很硬 它就是脆度刚刚好 铁板里面有豆腐跟松板 豆腐很嫩很滑很好吃 然后这个小菜也很可口 这个汤很浓郁 女生来吃太多了 要两个人 因为它真的是料排很充裕 食材又新鲜 因为吃起来都蛮Q弹的 尤其是基隆在地的海鲜 食物都非常的新鲜 那我今天吃的那个小卷也是当季的 当季小卷才会是最棒的 它这边的餐点是蛮符合我们 应该是符合女生的口味 因为也有在地的食材 所以就像这猪排好了 它的面皮不会 面衣不会很厚 而且里面虽然是厚切的猪排 可是它里面的不会很柴 然后很juicy 甚至连配菜茶碗蒸 及搭配的冰咖啡等饮料 也可以看出业者的用心 茶碗蒸很绵密很好吃 它的蛋液蒸出来是很细致的 所以很顺口 所以吃下去的话就会咕溜就滑下去了 副餐的咖啡 一般的减餐店所用的咖啡就是比较大众化 我用的咖啡是一定要泡12个小时以上 才能拿出来给咖啡用 这个是冰咖啡的部分 餐厅墙壁上满满的照片 经营旅行社20年来走遍世界各地 因为疫情冲击让品尝过无数异国美食的吴福东 毅然决定收掉旅行社 中年转换跑道投入餐饮业 没想到疫情持续两年 餐饮业受到的冲击不比旅行社少 让他至少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 虽然受到疫情及食材等经营成本上涨双重夹击下 吴福东仍坚持食材品质 强调一定要给消费者最好的 就连肉造饭都采用牛肉制作 虽然这两年疫情这么严峻 我所用的食材啊 我所用的不管肉啦 还是火的火锅料啦 还是什么之类都是用 就是我的漆流就还是用温体漆 我的麻油漆用那烘的鸡的鸡腿 我的火锅的鱼饺用我们漆游的三季鱼饺 蛋饺用三季蛋饺 然后我这边的麻油漆 我的麻油是用我们北港一新流产的麻油 这些东西都是我到目前还一直坚持 在疫情最严峻没有客人上门的时候 除了与爱二路街坊同业相互打气外 脑筋动得快的吴福东改推防疫便当 获得员工相挺 连厨师都主动骑车帮忙外送 更让吴福东相当感恩 也决心撑下去不被疫情打倒 我们五六月做防疫便当 员工也会出去帮我发电验 挨家挨户的去跟店家拜托 挨家挨户的去拜托 然后师傅康比较选的时候 也骑着摩托车出去帮我外送 有很多很多出乎实验 都感恩在心头 这是支持下去的原动力 秉持多年来带团以顾客为至上的精神 63年次的吴福东 投入餐饮业能兼持以最好的食材 制作不同于一般减餐店的料理 希望透过美食 让消费者享受到有如旅行般的快乐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